大家好,歡迎來到新一集的Aster心靈分享 最近相聚一刻,非常幸運,好種子,狂爆炸 之前訪問了Shawn Wong Shawn Wong是一個非常特別的人 總之你未看就快點看,未入會就快點入會 特別是去到他part 4,part 2,part 3都很勁抽 說他自己如何去到地獄拯救某些什麼 然後去到part 4,他就說 今年整個年,我們香港的運氣是怎樣 據說是挺好的,2019年香港人的財運是挺不錯的 我知道我是不錯,不知道你是否這樣 你每天都聽這個心靈分享的話 就算你什麼都學不到 你都應該有一樣東西賺了就是心情好 好,Money Follows Joy 心情好,自然吸財 然後就訪問了琴瑩卓馬 琴瑩卓馬,Annie Cho Yang,Drama 就跟她學了很多東西 我真的非常非常感恩 然後就昨天,我的昨天跟這個出街的昨天不同 昨天就訪問了一位來自內地的羅心的老師 羅心是很有趣的 因為排隊來都下個月了 你說你做心靈分享的粉絲 你說多好處,可以先聽 昨天呢,我們做訪問 羅心很有趣的 羅心本身是很帥的 其實她的眼睛很圓很大 很少看到人的樣子這麼漂亮 然後她是22歲的時候 因為生命很confused 很迷惘 很迷失,很不開心 極度不開心 有個很操控的媽媽,很強勢的媽媽 又沒有太多人可以教導她怎麼做人 於是就開始 嫖多音檔催 夜店,卡拉OK 一定的 又賺到錢 賺到錢就出事了 開始吸食海樂鷹 接著呢 有一次因為吸食的份量過多 她就開始打針了 已經不是去吸的了 我沒吃過 不知道怎樣吃的 總之就開始打針了 誰知道 打的份量 我們英文叫overdose 過量 她暈了地下 靈魂就出了竅 去了另一個地方 另外去了一個很光 很舒服 很美的地方 能量很好的 這樣 這樣 接著呢 她說她形容 去了15分鐘 但回來的時候 已經是8個小時了 這個幾次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不同的時空 是有不同的時間 長短的OK 然後 她這個死角翻山 我們叫near death experience NDE 她甚至有這個near death experience 都沒有改變她一切 回到人間之後 只是覺得這次的旅程很神奇 因為在地球很不開心 為何去到另一個圍 到另一個空間 這麼開心呢 她只是覺得很神奇 但沒有改變她 然後 那時22歲 接受訪問那時 應該40左右 這樣 然後 那18年 之後那6年 都沒有什麼發生 然後有一天 遇到一位老師 一個台灣老師 這位台灣老師 本身是 她自己通靈 不用說 那是一位催眠老師 那 然後 激勵了很多東西之後 她自己就研究催眠 研究完催眠之後 就研究了這個叫做家牌 家庭牌列 然後 然後就學了占星 占星術 占星術 astrology 那些 然後 她發現 她自己有時候都可以 download到 或者channel到一些不同的 光體 那 Sean Wong 叫做生命體 那都是 類似的東西 一些 一些 一些高維度的眾生 一些 一些靈界 靈體 那就可以 說到一些東西給她聽 那 Anyway 這件事令到她 就 覺得 人生很特別 其實 所有的東西 都是有安排的 那我就問她有問題 其實你那時候 22歲 她現在 40歲都還這麼帥 她很多東西 很圓的眼睛 很白的皮膚 這樣 就 小小圓圓肥肥 這樣 但是都帥 那我就 你猜到她22歲 那時候肯定很帥 那就是我們 那麼帥 其實 而且在中國 身而為男 已經是很大福氣了 就是你 作為一個中國人 印度人 亞洲人 你做女人 沒有這麼帥的 就是今時今日很多 因為女權 都很高漲 那現在 但是其實 生在中國人的社會 而是男人 又英俊 又年輕 還要當時 賺到錢 其實應該很快樂 是不是 那就是很多人 會嫖到飲當催 她都曾經 那 但是因為重要的 就是 她找不到人生的目標 她不知道做人為什麼 而且覺得很loss 很迷失 那 那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我自己都是這樣的 很多時候 抑鬱症 不是來自窮的家庭 或者是草根家庭 因為 草根家庭 她不斷要掙扎 她要養大子女 或者她要很多挑戰 而這些情況 會令到人的戰鬥力 會不斷提升 和鬥志會很激昂 反而是 很多人患抑鬱症 像我們以前那樣 為什麼會有抑鬱症 不是因為被公司炒出來抑鬱症 而是很畏高權 還賺很多錢 我講過了 我以前在公司走過 那些同事會鞠躬的 Extra早晨 那樣 撞鬼力鞠躬 搞錯 其實是那個時候開始發展到抑鬱症 我其他朋友都是這樣 為什麼呢 因為 那個地方 無論你在什麼光景 當你在一個地方 不是在發揮自己 在一個地方 一個處境 一個工作 一段關係 不是你這輩子 要來做的事情 你就會抑鬱 我就會抑鬱 我就會抑鬱 或者是男士 有些人就不抑鬱症 就可能變成吸毒 或者是 去抱 總之做一些事情是傷害自己 那樣 其實呢 學了很多東西之後 那羅心老師 就開始了他自己去教導人的一個工作 那其實呢 如果你在內地 或者你香港也是 那你有些 特異功能 可以download 或者可以channel的話 其實你都很發達的 肯定賺到很多錢 很多人會追著你 追星這樣追的 那我就問了羅心一個問題 就是 嗯 其實我們就是 那個 2019 2012年 10月22日已經過了很久了 那個5年過了 現在已經是第2個5年了 好像Sean Wong所說 所以 如果你還未入會 就快點入會 OK support一下我們 另外就是說 Sean Wong 跟接下來的羅心 這兩集 我覺得可以拍著來看 可以拍著來看 然後 琴瑩掃碼 就是這幾 琴瑩掃碼 這三集 我覺得絕對可以拍著來看 然後 Ada Yip Ada Yip 就會說 這個 和祖先療癒 和祖先聯繫 這樣 又是很奇怪的 這四集我覺得是必看的 加上之前我經常說的 Dr.Joe Lang的九炎人格 還有 鄭阿峰老師 阿峰老師的 阿峰老師的 阿峰老師的加排那三集 一定要看的 不用說的 這樣 其實呢 我們現在今時今日呢 我為什麼這麼喜歡金剛經呢 這麼喜歡這個格西體系的 這個當和想而上鑽石呢 因為 格西很推崇一件事 就是 我們應該在 你 智庫那裏去修行 然後從修行那裏去智庫 修行和智庫 是不應該分開的 嗯 我以前做投資的時候 賺很多錢 OK 那個年代又賺錢多啦 又為高權眾啦 很多 就是名利權的東西啦 嗯 住在樂宴神道啦 呃 有秘書啦 我家屋很大家 一千尺 一梯一火 這樣 那每家屋 大到都不可能全住了 我的廳是長期不會去的 因為我都不會在家 那整天都是公司 那我去的地方其實就是 房 洗手間 房 洗手間 所以其實後來住在油麻地呢 我們發現了 350呎 一個人是絕對夠住的 其實那裏是450呎的 因為有間房沒有用 間房空置的長期都 所以其實我活動的空間呢 大概350至400呎左右 是絕對夠住的一個人 這樣 不用住到一千尺 一千二三尺 那anyway 嗯 然後去到 就是離開了投資界之後呢 我就發現 我在很長期在那段日子裡 是不夠錢用啦 沒有錢用啦 不知道自己做什麼啦 很confused 很迷惘啦 呃 做培訓 做完一個job之後呢 總之夠錢就算啦 不做的啦 那沒有錢又出來拋身出來做過啦 這樣 然後直至到 最近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找到自己的方向呢 呃 似乎相聚和這個 我覺得就算不是都很近 嗯 做相聚是很快樂的 但是呢 金錢上 就非常之 不是啦 暫時都還不是 OK 可能過了兩年啦 就是 當我們再知名度高些 多些人入門的時候 就會很多 但我反而呢 覺得做這個心靈分享 對我來說是幾 很舒服啦 很輕鬆啦 我現在就 我現在開始訓練我自己 就不要錄太久了 因為 最近又搞了身體又差了 anyway 這個談句話啦 我想說的是什麼呢 就是 其實每一個人都是 呃 由你做的一份工 很喜歡 或者很不喜歡 總之不是你的命定啦 你的destiny啦 然後 跟著去到 好像我們這樣 呃 阿祥哥啦 周紹祥啦 周華山博士啦 我啦 呃 還有很多很多的 就是身心靈界的朋友啦 就是 開始走對路 其實真的很難走啊 這條路 真的很難走 不一些 比起你一般人 上班下班 上班下班 真的 很不同 即如果你還是上班下班 真的很事無理 然後跟著住洋樓 養狗 然後放假呢 去哪裏旅行啦 去哪裏吃飯 我都很懷念這些日子 然後跟著有一天我想 我跟羅心說 嗯 其實我覺得 我真的有很多賺錢的才華 以前我賺錢很厲害 特別投資我也很厲害 Tim Building 我很厲害 Selling 我很厲害 Sales Presentation Training 我都很厲害 其實我真的不需要 要不就很有錢 很不開心 要不就很開心 然後沒什麼錢 那就是又是不開心 其實是不用的 那羅心說的非常之對 其實也是阿格西的說法 就是 我其實是最近才開始覺得 咦 其實我可以做 我喜歡做的東西 又可以賺很多錢 為什麼我要做 我很喜歡做的東西 但賺不到錢呢 這件事很糟糕的 然後呢 然後呢 那羅心說的很棒 其實他當年呢 看似做錯了很多事情 因為少年真的不知 不知仇之未 又不是 他很仇 年輕的時候不知什麼事 有瓢瓶瓶瓶瓶瓶 透過這個去減低止痛苦 但是你知道 走入情仇場 就是仇近仇 是不是 吸毒就更加不要說 隨時命都沒有 然後他發現 很多 現在看回頭 當時覺得很錯的事情 其實沒有錯的 其實我都做錯很多事情 就是多到 有些事情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說 有些事情真的跟著我自己 走一天就抱著走 其實我真的做錯很多事情 做了很多決定 沒有買樓 跟著呢 選公司的時候 又不算是選對 因為做到很辛苦 六年之後又被人兜了 感情上更加兜兜節節 但是其實看回頭是沒有錯的 什麼叫對呢 就是中道 Sammy 就是中道正在香港的推廣人 什麼叫中道呢 其實中道不是說 咦 這樣又不對 這樣又不對 不是 中道是什麼呢 就是你歪了 然後你又回來 然後你回來 又回來 又歪了 又回來 是不斷調教的 然後你去到你要去的地方 所以如果大家覺得 因為我聽了很多朋友 都會說 我不知道我來做什麼 我命定是什麼 我今生到底要成就什麼 其實你不用想的 你已經是正在做的 是你已經正在做的 然後有一天 時間到的話 好像我們這樣 這個一二連八月 無故被中原 拔了進去這個 前網台 去做這個下把 這樣 如果當時我說NO的話 我的命運會怎樣呢 是不是 如果很多事情很奇妙 所以大家 最重要是一個無夠無悔 不要太過 責怪自己 做錯什麼 做錯什麼 真的 沒有人是不犯錯 這樣 好 祝福大家 2019年 會找到你的方向 然後做得很開心 又找到錢 又找到你的 想做的事情 OK 拜拜